因为罗志祥和周扬青分手事件的影响 再次令民众关注和讨论公众人物的私生活 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曾经也经历过感情风波的严亚伦 这天出席记招时 就被传媒追问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事也难免会被关注的 只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看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中间还有夹杂的很多网友们觉得 公众人物应该要有的一些典范 可是我也觉得我也认同 因为毕竟你是公众人物 你就应该要有这个自知啦 但是我觉得过度的讨论对 对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 那会你就是如果前面分手以后又公布 之前交往的恋情的细节 这样子对你来说 会不会大家以后都变成 用这方式去结束一段情感 因为我觉得要结束一段感情 真的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门课程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分手的方式 我不希望是未来小朋友 他们看着就学 早前亚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狠批赤卫总干事谭德赛 引起网民热议 有传他因此痛失内地节目的主持棒 损失两千万台币 亚伦也有回应这件事 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是关心到我 一路以来的作风 都会发现我其实的出发点都是疫情 所以我是非常担心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万一一个不小心就怎么样 会爆发很大的群居感染这样 所以这种种看来 如果大家真的关心我 是没有要去触碰到更敏感的话 像大陆那边的主持的机会 本来有又没有这件事吗 其实那一件事情从头到尾 就是一直在瞧时间 对 然后因为去但回来都要隔离 我们就觉得到底要不要 去执行这个任务这样子 那其实多方考量也觉得 疫情当下还是尽量少 去增加防疫的困扰跟负担 其实这天亚伦是出席自家 半面品牌的宣传记者会 严妈妈也有现身撑场 两母子互动有趣 还现场互亲对方感情非常好 像母亲姐刚刚有说 好像有说要送妈妈公司的存折 真的会有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 其实大部分的资产都在她那里 对 我其实手上 就是少少我跟她要来投资 如果是投资一些ETF的这个资金之外 我都没有在经手 她是算乖啊 就是买房子 然后你就是买一些衣服 其他真的没有花 养儿100岁 常优99 虽然亚伦已经三次逃 不过作为妈妈的 永远都会担心自己的儿子 不懂照顾身体 加上早前亚伦因为心脏不舒服 而要去检查身体 所以爷妈妈当然更放心不下了 我有觉得自己很常头晕啊 然后我就很担心是不是心脏有问题 因为有时候心脏也会觉得痛痛 然后就很担心去照那个心电图抽血 结果除了我胆固醇高了一点 但后来我去看有去看中医就是中医拔麦 拔麦是说我心脏有点没有力气 可能是长期的劳累跟睡眠不足 产生的心脏的这胖的压力不够 就打不到我上半步这样子 所以我有持终要调身体这样子 现在好多了 亚伦开始投资做生意 花了不少时间经营 不知道会不会因此忽略了歌唱事业 不过听到亚伦以下的答案 粉丝应该可以放心了 那其实写歌到现在的进度 大概是快要二十首歌 因为没有停下来 我觉得这都是让我在这个疫情当中 有时候会有抒发的一个管道 或者说激发灵感 我觉得说真的要创作 必须要在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幸福的状态 就是因为那样子才会把你心里的想法 都展现出来 然后也可以顺便的把你想法 告诉世界粉丝或是听众朋友们这样子